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那是誰的手機在響 把它關了 否則 我會不高興的 前夜的你也許會暈了 遠的了 幾難了 我記得 我的媽媽 在每一次 企圖結束自己生命之前 總會找到一個報紙的邊角 寫下這樣一號字 她說世上萬物 皆可保 未有境界 才失望不了 這生命裡頭 還有什麼能更濃烈呢 怎麼更濃烈一點 嗨 進來看好了 我很便宜 為何你還在 波動著心跳 因為 因為可能是我從小看 我爸就是很波折 然後到現在為止 我都覺得 太不幸了 但是我沒看見幾個 特別幸運的人 真的我見到很幸運的人 我會覺得 因為沒有波折 所以我又覺得 挺沒意思的 我又看不上 我又看不上那個 沒波折過的 有受過波折的人 我又覺得 命真見 所以永遠不會 永遠沒有合適的時候 謝謝 我要休息 順便去一下 女廁所 我父母 講的也是白講 因為 準確的說 就是 基本上 是跟你毫無關係的兩個人 對嗎 在你存在以前 跟你毫無關係 反正我在我眼裡 他們是挺不幸的 我比他們幸運 可能這個幸運就來自於 我從小就清楚的知道 我想要的一切 他們都給不了我 除了我不想要的東西 還是我不能選擇的 比如說 這個生命它就給你了 就生塞給你了 就像天上不掉餡餅 掉一坨屎 就掉你腦袋上了 怎麼著吧 天邊一朵雲 隨風飄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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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苦零零 苦苦零零 就好像一朵雨 所以我没有安全感 是从小我就 他们也不能带给我安全感 在我眼里的 他们一直都是被这个日子 这口大锅给炒的 那个水深火热的 自己都他们的 自己还没办法呢 你说他怎么 所以我们 我觉得我的生命 大部分的成分 应该是自生自灭的 自生自灭的状态 所以这点我还觉得 我挺自然的 你从你生下来开始 你就在 为有些事情 在做准备 然后 慢慢你就发现 这条路是走得通的 然后自然而然 他们就会觉得 如果 如果有一天 我跟某女在一块 他们会觉得 你是不是病了 就这么简单 就好像 有那种 二逼似的 然后就说 推门就 大家正 家里人正在吃饭 然后你推门进去 对大家说 那么的 我是同性恋 肯定一桌子 太靠你脸上 找死的吗 你说一句话的目的是 要让大家 是让那些 听到这句话的人 接受这句话 这是最终的目的 所以 所以 不在于你说出来 是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 说出来 而是 要让别人感受到 如果你可以不说 他就能明白的话 岂不是更好 我就像是一个 妓女似的 来到一个 待开业的餐厅里面 话中 套上猫子 最后 戴上这瓶 老旧的猫子 那个时候 我的妹妹 站在我的旁边 对我说 你要小心 千万别睡在地上 其实我一直 都在想 我应该怎么样的恋人 可是从她的话 一出口 我忽然发觉 人生 大概就是这样 我不跌倒 总会有人听说 大部分人活着 只是为了看到 你活得不如她 这样他们就快乐 他们就满足 我觉得我妈一直都有那种 自杀那种念头 可能 可能这个日子对她来说 那个摧残的比较厉害 就是太绝望了 最重要的一点 已婚的人 就是 依然无人买单 这是最绝望的 如果你未婚的话 哪怕是你心理上未婚 比如说你表面上 你已经跟别人结婚了 然后你 但是你心里一直不满足 你根本就看不上 你身边的人 然后你根本就 不当他是回事的话 那就不做呀 可能 然后你觉得 你的一生就这样了 结果还不行 所以你就会很绝望 所以现在我也不太 不太计较她什么 原因就是因为 她太绝望了 她太痛苦了 我觉得她最好上月球 或者去一个 电话费更贵一点的地方 这样她就不会在 我那个 不愿意接到她电话的时候 接到她的电话 或者换言之 可以说 我永远不想 接到她的电话 这也是她讨厌的一部分 就是她不一定 什么时候 就会给你打一个电话 多有趣呀 我就是用什么都不说 什么都不聊 来告诉你 我很没兴趣 请不要再打电话了 我记得有一次 我爸给我打电话 就是每年春节以前 头两三天 他就会打电话说 说 那个三十你回来吧 比如说 第一年 我会说 我那天有事 好 第二年 我说 我必须得去干什么 第三年 我 摆明了的就是瞎话 所以 我就说 你还要让我把原来的瞎话 再说一遍吗 你那么想听她呀 我不想见 我谁也不想见 然后隔年 还会到那天 给你打一个电话 三十 我说 我不想再说那些瞎话了 我不去 其实我 年三十的时候 一个人在家里头 呆得都发慌 我也不知道该找谁去 那我也不想见他们 有因有果 我们得到的一切 都是因为我们只配得到这些 您现在觉得不舒服了 是吗 早干嘛来的 我不愿 我最愿的东西就是我自己 同意没什么意思 眼前也没什么意思 总是在幻想里头 跟回忆里头 回忆可以自己编造些东西 可以把那个 人为的把那个 黑白的那个回忆 加上点色 然后那个 那个颜色是用文字组成的 所以你现在才能感受得到 比如说什么 那个天特别蓝 云彩特别低 好像那个身手就可以拿到 我记得有一次 我跟我爸去那个 去蜜云 所以现在我特别想去蜜云 那个地方找一个房子住 有一个河床 但是我不知道那条河是什么河 就是从那个命运城里 都穿过去的一条河 特别宽 然后是一个河床 当时水几乎干了 还有一点 在那河的中间有一点 然后 很清 很浅 那个水 有好多大的石头 那个在石头缝里 有好多小鱼秧子 什么之类的 然后窜来窜去 然后我记得 我玩了一下午 把他在那儿 然后第二天回来 就全部脱皮了 被晒的 那是我觉得 真是经常愿意回忆的 一个下午 就是无忧无虑 没有忧虑 然后没有 没有恐惧 你在有人的地方 你就会 你就会 没有安全感 我爸对我还挺好的 他有一句名言 大家都说那句 叫养儿防老 我想说的就是这一点 就是你想得到的什么 你想得到什么的时候 你只能得到失望 所以我就觉得 他 如果他 如果我从来没从他嘴里 听到过这句话的话 我会觉得 他对我来说的意义 就不一样 就是因为我听到过这句话 所以有的时候 跟别人相处之间 事实是这么回事 也不能说 说出来 就会觉得 变味了 我现在就是那个 在供养我爸 然后 但是我觉得 真正的那个供养 你是得不到的 但是我爸从前对我去 确实是特别特别好 我相信是说着玩 是在说别人的话 但是他能说出来 我也觉得 我能带给他的东西 完全是大大的 这个口令 就是绝对不会是 他曾经带给我的那个 我觉得他美好 我觉得我给他的东西 如果没有那句话 是同样的东西 我会觉得 我给他们是最好的东西 真的好 真的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